茶高谷 是目前中国北方唯一一个 依旧保持着用传统捕捕方式进行东谱的地方 据说这种捕捕方式呢 是对冰面以及鱼的生产环境破坏最小的 如今呢 茶谷湖东 已经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现在呢 收网工作正在紧张的进行当中 不计其数的鱼已经被打捞上来了 每一条都是活蹦乱跳 肥美如比的 而且呢 围观的人特别的多 大家都被这种场景所震撼到了 我是天津的 我从你家乡去车几个小时 太棒了 2021 南朝的湖看世界奇观 快乐 一家人一年年有余 我从你家乡去车几个小时